清明時節是思念的日子 但是這個思念可能也會牽動那 九泉下的亡魂要出來深淵了 我們講到這部分 你一定會想說 在清明時刻究竟有什麼案子要深淵呢 其實這就要說到在12年前的時候 一位阿兵哥 他的名字叫蔡學良 他呢 在部隊中服役 可是在打靶的時候呢 突然之間 他 中彈 走了 可是在這軍方的調查報告裡面卻顯示說 他是因為這部連不適應著部隊裡面的生活而致意的 但整個案情就非常的詭異 經過了12年這麼長的時間 蔡學良的媽媽心裡面一直覺得 我的兒子怎麼會發生這樣的狀況呢 可是就在去年的清明節前的時候 兒子突然託夢給媽媽了 而且指引他要找一位有力的人士 調動了國防部來重新查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查了之後 這個冤區可以得到深淵嗎 準備接緊 是 200 200 可以了 300 300 2008年5月 一群阿兵哥在台東靶場設計師 訓練當蔡學良要走向打靶位置 突然中彈倒在血破中 急救也換不回性命 一把步槍橫在身上 軍方和法院一開始認定是自強 都等民事判決改認定 是步槍近距離走火意外身亡 然而12年後的今天 台大法醫研究所最新鑑定 蔡學良不論在口腔牙齒 與射擊出場的後腦勺 都和原判定的步槍有出入 不可能是T-6K路步槍打的 這個意外也不可能 因為不是他的手槍 他的步槍打的 從旁邊來判斷 這個案子有鬼 一定是 在T-6K路步槍 在他身邊以外的第二把槍子 很有可能就是 只是他人造成的 若是他人造成 不成了殺人案嗎 這個案子說真的 一開始 一開始的偵辦方向 就未必百分之百正確 一路都可以說 幾乎都是從步槍去思考 所以蔡媽媽怎麼說 這不是步槍 沒有人理他 到底能不能排除步槍 李教授以同型K-65步槍 射擊豬皮做測試 穿孔會留下關鍵特徵 如果是步槍打的 有防護罵打的 他一定會產生 半狀活驗燒焦 這個是絕對無庸置疑的 在這個案子裡面 確實都沒有 這個是我們做的實驗 就剛才這個實驗 對豬皮保留下來 這個都一定會在上面 產生這個 那個燒焦痕跡 換成人形板 同樣步槍射擊 穿孔也是呈現 半狀燒焦痕跡 如果是手槍 則是煙燻灰燼 和半狀不同 但法官卻跟著錯誤認定 可是這個類似半狀 就被 最後被法院解釋成 半狀 所以就變成 貓在鋼琴上昏倒了這樣 對 李教授會從國防部 到205兵工廠實彈射擊 以高速攝影機 拍下了上百次的射擊記錄 結果就是排除步槍犯案 而軍方認定了 蔡學良是口含步槍自強 並沒有相關機證 他們當時的說法是 一手握著槍口 一手去扣把機 那應該都會有指紋 一定是處理過 會有蔡學良的血跡 會有相關的血跡 蔡學良的血跡 粘留在步槍的槍口上 沒有 他說因為步槍射擊出來的時候 槍口是高溫 所以有關人體的唾液的DNA 會因為高溫的狀況而被破壞 所以都有相關合理的解釋 是吧 那個年代2008年的時候 DNA鑑定已經非常的流行了 這些都可以馬上做鑑定的 馬上證明是不是這把槍 但是就不做 六五部槍是標準的話 是20寸槍管的話 你只要打5.56的話 應該是一個很大的出口 應該是會爆開 李教授說槍是頂著蔡學良牙齒射擊的 就是嘴巴張開 然後叮到這個牙齦 這是很明顯是接觸射擊的 水是緊閉 然後是裂開的 想要去頂住這個槍管 可是那時候爆炸產生 在那個瞬間 我要刻意就刮傷而爬了這個嘴角 但軍方為何說是步槍 要掩飾什麼 現場約莫15個阿兵哥 異口同聲說沒看到 這個救護車來到現場 救護人員把菜錢帶走的時候 收到的面子 血跡都已經是乾的 所以大家踩在血跡上面 血跡不會跟著跑 如果是撕了那個鞋印 好多地方都會有血的鞋印 這和軍方說的 人中彈之後 馬上叫救護車趕到現場又出入 我的菜家是這麼得慈喪 這麼得菩薩的心腸 他們怎麼傷得下手 蔡媽媽以職業軍人兒子為榮 但兒子卻慘死軍中 為了尋找真相 曾經在國防部前絕食抗議 這樣會影響到我們 等一下有熱量進度 蔡先陽的命還給我 蔡先陽的死亡真相給我 國防部特意為蔡媽媽而色 這個跑蔡先陽的官司就必須要去 然後你每一天晚上在這邊睡覺 也是早夜那裡就辛苦 我們是可以請著捍衛林先生的 12年來蔡媽媽在高雄市場賣年貝糊口 每天清晨5點就到市場做生意 下午沒客人了開始收拾 把一個個貨架收進店裡 每天這樣推進推出 體力相當耗費 關店之後沒有休息 抓緊時間趕緊去工廠 批貨 補貨 這台要經常沒有感動 傍晚她隨意舔了肚子 又騎隻小羚羊到空中大學上法文課 你要去上什麼課 現在 今天要上那個勞動期中 日付一日 賺了錢 買了房 又賣了房 才籌出打官司的龐大費用 2019年清明節前夕 她夢見了兒子 一兩人就告訴我說 媽媽 你很久沒有回 我們鄉下了 那種感覺是她活得好好 好像在跟我商量事情 蔡媽媽回到原林老家 街頭廣播了 就聽到保安公益邊在廣播說 今天中午兩點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要我來這裡 我那時候整個身體都起 氣皮疙瘩 我就想說怎麼那麼巧 她洋裝成一般民眾 一度被特勤發現要嫁離她 蔡鞋良愛嚇僵 是要現任的工作 蔡鞋良我們不會療傷的孩子 特勤人員上前要嫁走她 好像那股力量就是有人 在推動拉住蔡英文的手 我相信是蔡鞋良也在幫我拉 所以那個蘇智芬怎麼去把我的手都拔不掉 我認為鞋良明明中都是有在幫助我 不然我真的是一個很弱勢很弱勢的媽媽 蔡總統和蘇縣長鼓吹年輕人加入墨冰 對照蔡鞋良的死迷讓當媽媽的好不堪 吳律師說她每次看蔡鞋良案的卷宗都會頭痛 每次跟蔡媽媽談完我的頭都是 她頭痛啊 很懸忍 就是跟蔡媽媽談完事情 每次談案情 當天 後面這個地方就非常非常不舒服 頭痛 這是什麼意思啊 感覺上就覺得不太對勁了 就是覺得你一定要幫 對 是不是冥冥之中蔡鞋良希望我們做些什麼 那現在還會覺得痛痛嗎 現在不會啦 不會 蔡總統果然履行承諾 在2019年底讓國防部重新調查全案 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弱女子 透過各種陳情的方式 十幾年之後還能夠得到這個 政府高層的認同 然後透過國家機器 自我的去做這個實彈射擊的鑑定過程 這個是真的是難得一見的啦 那我們認為應該是絕無僅有的 2020年3月9號 律師把新市政地建台東地檢署 判能重啟偵查 當然國防部能夠體諒家屬的心情 會全力配合司法機關的偵辦 並且提供相關券證資料 蔡媽媽試著去找高雄附近 當時的在場的士兵跟士官 他們都是非常非常抗拒的 小梁媽媽要出門了 要來告獎 我們家裡要告好生意 少來一天安好溫暖的笑 一個志願從軍的阿兵哥 無故在軍中死亡 恐怕不是天下的媽媽 所能接受 在金融時節 他又想起了兒子 十二年來 直劍拼出死亡的真相 他又想起了兒子